北港町大東路頂有這間百年的金座店 以為日本時代就開始在營業路 點來上大地市就是高憲哉 也有在製造台灣生產的金座 也有已經流團百年的營店之步 專門出港菜金座的店非常特別 老闆娘頭帶大家來實施這間店 老闆娘娘的腳手將金座回家 這間為在北港町大東路頂的金座店 為日本時代營業到現在已經團到第四代 上大地市就是還有在賣台灣製作的金座 家政口的金座上大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春秋和金座頂的部落也是一大學問 這個帽是我們阿祖的名字 它叫蔡茂林所以用它的名字取的 我們這個店的特色就是說我們是做台灣金子 當然進口也有賣 我們這金子用台灣的那個爪 我們是都沒有求水的沒有縮小的 就照以前我們做傳承下來的時候 那個春秋做到這段 進口的這個金子它的錫薄是用回收錫薄 就是說泡粉的 泡 但是我們的薄是不會退色的 百年老店出廚都看到最早的起床 參加是藏在金座店的營養 它就是一款的零爪 最早特別是已經有百年就輸 用來穿金座的店也是定店之露 那個店是我們公公的寶貝它已經一百多年了 像我們做的手到現在 它就是在切子用的就是一個腿很大的一個腿 然後一個切刀這樣子 那木頭是那個柚子用來做的 如果量多的話一天要 因為都純手工嘛 一天差不多八件左右 對 八大件這樣子 這間百年老店 堅持生產台灣製作的金座 經過六種的過程 這算是真的在關心 因為布仔是一張一張打起來 所以那個是 那個手續是最繁鎖 那這個最繁鎖的手續因為時代變遷 所以已經改變用機器貼 紙張做出來裁切之後 貼錫薄之後 到我們這種加工廠 我們把它裁成我們需要的尺寸 然後送出去給人家分等份 或是說分 索手冷白色 回來之後 我們再蓋上我們茂春的印章 像這個每一個它都有蓋章嘛 是不是 這個都有蓋章 這樣回去 在那麥冠以外 就代表我這個東西 是有經過 這個手工加工做過 那個價值性跟美觀性是不太一樣的 台灣金座為古早時代順手工製作 到現在幾起初代部分的認章 都是一種堅持的精神 又是台灣綜合文化的一大地形 記者定規則撐不得 是故障的 旁律 不得